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默默唧唧磨碎 然后有服务意识的这种人他适合 那一年前有一个小事情我印象很深 我去买一个那个回行针 就是现在手机卡不是要用那个回行针插进去 那个金属的才够坚挺放进去出来 那么那个老板态度就非常不好 因为我去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买 是买一盒还是说怎么计量 我说买一根 老板非常不开心 一根怎么卖 我说要不我买五根吧 买十根吧 备用一下 他说不卖 五根十根不卖 我说那怎么卖呢 一盒多钱 他一盒一两百根 对吧 他说五块钱 那也不贵 那我就买了一盒 但是这个老板这个态度让我很难受 因为他本来就是做小生意的 如果说我去找你买一个十万块钱的东西 我跟你讨价皇家讲几块钱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这就叫什么 不应该 但是他本来就是个文具店 就是卖这种一两块两三块的东西 那他态度就这么差 那这种人就是不太会做生意的 那么几乎是以吵架的形式进行交易 那么我听周围的去他店里买过的人 有两三个我听了这个语气都是不好 那么其实他可以这么处理 你要买一根是不是 我知道你可能是用手机用 那么好吧 我卖五根给你 你可以 我收你一块钱 或者收你五毛钱 那么这样的话态度就很好 而且冲着帮顾客解决问题角度 而不是说这样卖我 我剩下怎么卖 我卖完五根之后 我剩下这一盒又不到 对不对 他的思路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 其实你把它拆开来卖 对不对 还可以挣更多的钱 你一块钱 我买个五根十根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挣的更多 而且顾客对你的印象会很好 下次还会来 那么之后这一年 我就再没去过他的店 因为不止他这一家 这种人 其实他就不适合做中小生意 一旦有竞争 他就会垮掉 这个是做小生意的一个性格 有关系 或者是你改过来也可以 要有服务意识 帮别人解决问题 就能发财 发小财至少可以吧 好 国内加息房地产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国内的鸭妈 他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加息你是增加呢 还是假加 这个放水是缩表呢 还是再继续放水 这个对政府 地方政府 企业 家庭 他们的债务 是怎么样一个腾挪的办法 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现在讲 想起来应该整体应该是采用 比较平衡的办法来去做 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知道烈性炸药 从TNT开始一直到清淡 这种这整个过程走下来 烈度不停的提高 这些炸药呢 其实他们平常是非常稳定的状态 要是不稳定 你没有办法参除 没有办法 你做工业用途 去爆破 开矿 还是说去发动战争 你这个炸药平常 没办法存起来 临时在做 肯定是来不及 肯定 他平时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所以他需要一个隐性 TNT他就需要雷广了 对不对 先局部形成一个小的爆炸 然后再把原来的稳定性给破坏了 再形成更大的一个爆炸 那氢荡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氢的同位数刀和窗 实际上他们呢 这个原子的这个结构 大家都知道 就一个足球场里面的一颗沙子 那颗沙子是原子核 那么这个原子大小 是由他的垫子决定的 那么非常大 那两个足球场并在一起 要让他们两个沙子 再走在一块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你要先用原子弹爆炸 这个非常高的温度和压力 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引爆它 让它的稳定性完全消失 然后形成更强烈的 那么所以这就说起来 就是中国社会 很多人一直觉得非常危险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觉得非常稳定 我觉得这两种状态都有它的意义 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稳定 但是这种稳定呢 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隐性 或者说雷广 这个雷广呢 就是某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一旦引爆了 就会 只要是它那块菜 或者说是它这个频率 是它的这个相同的型号 能对得上口 这个社会就会产生问题 那这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其实大家都会这么认为 只是没有详细去分析 没有想这么多 那比如说加息 它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的一个雷广 那所谓十次危机 九次加息 这个每一次 美联储也好 中国社会加息也好 其实都会迎来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国内13年14年经济形势 比现在还要差 其实当时 就是因为之前加息加了一会儿 那美联储这个情况就更适 它一加息 这个新兴市场经常就会发生动荡 南美洲啊东南亚 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它国内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这个美联储 上一次加息的时候 其实它加的时候呢 这个 并没有引来多大的这个资产下跌 反倒是出现防止继续上涨 15年16年的时候 那么股票市场继续上涨 等到加到最高的时候啊 加到最高 因为前面已经有累进 一直累积 我们就像物理的那个加速度小A一样 就它这个小A 即使是在下降 但你速度还是在增加 对吧 那么在一直累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快到就停不下来 这个时候啊就才出问题 所以当你刚开始加息的时候 是不会出问题的啊 这个还不足以 它还没有累积起来呢 对不对 这个速度还没有累积起来 所以我们看国内 其实现在加息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到来 我们前面一直说嘛 就假加息啊 美联储加息 我为了维护人民币的这个 暂时维护住 它的这个 不要拨得太厉害啊 就是象征性的这个 隔夜拆解 加那么一点点 但是核心受到管控的啊 给国企的钱 给地方政府的钱 给大型私人企业的钱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迎来大幅的加息 特别是像房地产企业啊 这些啊 非常依赖资金的这些企业 在其实在过去两三年 他们的资金成本还是非常低 一伙借国内的钱 一伙借美元债啊 总之能拿到比较便宜的钱 那国内的这个 说表的意愿 好像还没有啊 还是处在一个这个 放水 准放水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其实呢 为什么不好好的跟进 我们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国内的债务危机这么严重 对吧 这个特别是地方政府 跟大型企业欠了非常多的钱 那么这个杠杆 它出现了一波转移 这两年 就是最后这一波炒房子 实际上地方政府 跟大型的房企啊 大型的企业 他们的库存 确实是去了非常多 而且其实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我们前面说的 长三角跟猪三角 它人口的这个负极程度 其实还不是那么高 跟这个发达国家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的 房地产还正义性 还仅存那么一点点 那就好吧 有一些地方 该开房子 人们继续建 然后把地方政府 跟大企业的这个债务 转移到家庭上面去 家庭就 现在是以负债为龙 以前是以储蓄为龙 那么现在的话 全世界 不是全 全社会都出现一个 高杆杆的状态 但是就是 怎么说呢 如果发生危机的话 就我们刚才说 这种经济类型的 那么就是比较均衡 大家都会受困在里面 不会说 那我如果说 就地方政府 跟企业的杠杆 积高 那么我家庭 还有很多钱 那如果一旦发生 什么人民币贬值 或者贬值预期的话 那么家庭 还有这么多钱 那我就家庭 把钱全部移走 或者说家庭负债很高 企业它没有负债 这个政府也 这个政府负债也很高 那么企业它就会把钱给移走 那我在里面负债 然后把钱移到外面去 那这样操作下 我们看到 国内的话 企业它这个杠杆不停的 就是你一方面 你在国内 你得这样杠杆 你这个不能去外面 再买东西了 把贷款都留在国内 像旺达这样的企业 富星 海航 这些 就是你不能再到外面去乱买 把负债留在国内 这个也是算去杠杆 那就是家庭企业跟政府 三者之间 都要均衡的受力 遭受打击 不能说 其中有一个部门 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 有条件 把钱移走 那漏浪在国内 会比较合适一点 不要出 免得外卫储备什么的 损失太严重 最后你要去国际上求别人 其实就是求美国 就是求美元 去找美元 那我们看 还有第二个思路 就是 到底这个放水 加息这些东西 它又是一个什么想法 为什么不紧跟美国 除了一方面腾挪出这个时间之外 就是刚才说的 企业跟政府去一波杠杠 家庭借一部分 大家平衡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会为未来另一个思路 提供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就我可能不是说 防止全部的 对人民币出现下跌 也不是对外的这个人民币 出现一个大幅的贬值 是两个同时两条腿 一起往前走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解释 为什么现在国内的情况的 一种分裂 以及现在的一些货币政策 一种分裂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说到 就是中国有钱一点的 这种家庭企业 企业家 这些人精英阶层 他们其实赌的是 中国是宁愿让 这个人民币出现贬值 也不能让房价 对人民币出现贬值 那么底层呢 没有钱买房子的人呢 或者是房子不多的人呢 他宁愿去赌这个房价 他会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 国内越有钱的人 他越去买房子 因为他觉得 好歹我钱如果出不去的话 出去太麻烦的话 或者说我不打算移民 那我在钱 国内在国内 要想保值怎么办 就是去买房子 他好歹 一二线城市有一个 干净混凝土的盒子 看得到 那么另一部分没有钱 反正我也没有条件 对不对 那我就只能盼着 国家往另一个形式上走 就是用人民币计价的方式下跌 只能去这么盼着了 但是我觉得中央的思路 中央央行的策略 思路应该是两边都走 就是现在我还继续的不跟着加息 真正的意义上加息 那么放水呢 我继续再放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未来通胀也会出现 因为你迟早 我们注意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迟早你得增加息 迟早你得增缩表 要不然的话 就通货膨胀 你就洪水滔天了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要想控制住 加息迟早有一天要到来 对不对 但是迟早到来那一天之前 通胀也可以布局一下 不能让一方面得利的太多 因为如果我们就只 一开始就剧烈加息的话 那么这些有钱的这些阶层 他们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就会大量的把钱移走 对吧 如果说我完全再继续大放水的话 完全不跟美国 我们注意其实是有跟一点点 完全不跟的话 这个人民币又完全保不住 这个通胀马上 因为会有输入型通胀 对吧 我们前面讲石油的时候 就是这个问题 就会有输入型的通胀 那这个时候呢 底层又受害太多 所以只能是两边一块走 所以这个思路就是还是平衡 就是如果说 房价出问题了 就不能一个阶层受害 要受害 就是大家上中下同时接招 这样的话社会更稳定一点 这个不换寡额换不均 不换平额换不安 这个就怕这个 有正线的时候不平均 这个下跌的时候也不平均 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就是这个思路应该还是冲着 这个安定的这个角度 而且也不会出现国内阶层 太对立的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照这个思路讲下去的话 就是未来房价它跌的 这个我们说是对美元 用美元计价下跌的方式 应该来说是 这个肯定会出现 那对人民币下跌呢 没有这么快出现 对人民币下跌 它一定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加息加到顶峰的时候 才会真正开始下跌 那么这个下跌呢 应该说是 这个要等一年两年之后了 因为现在还没开始 开始之后也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按过去的经验来说 这个十次危机九次加息 大家都知道危机的隐性 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是在这个加息上面 所以这个要等一等 那么对人民币的下跌 那么这里这一波先这个继续放水的话 就是人民币汇率压力会非常大 那这个汇率压力呢 其实相当部分已经排挤了一部分 就比如说让他们这些企业 把外面的这个资产赚回来 你钱出去的难度更大了 但是你放水出来 它迟早是要下跌的 那人民币的汇率 那么我们看到这未来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会跌一波 就是人民币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 好像有这样的势头 这个从6.2 到了现在的6.4的样子 那这里也是 2% 3%的这个下跌了 那么这里呢 我就说到前面有一集 底下有个观众留言 说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央政府 是希望人民币扁他一波 比如说一口气到7 或者到8 但这个位置的话 之前可能意愿不强 但是这个随着国内的这个 如果继续放水的话 这个或者说你不收 其实就是放 已经是滔天了 对吧 房价都已经这么高了 那么这个你的意愿会越来越强 哪怕你以前不想 因为你 别人一直在加息 你总得想个办法 对不对 这6月份 6月15号就马上就来了 然后后面还有9月一次 还有12月一次呢 就是你得想办法解决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说的朝鲜 跟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好像基本上 大体上是解决了 应该说美国也不会真的 因为连中心都可以谈 华为应该不会动 对吧 那么朝鲜 他一旦不止卖出来 也不会往后退了 这个方向解决 就是现在 关键就是汇率的问题 汇率的话 最后出现什么呢 不管你进还是出 就是升还是扁 都会面临 比较大的一个 美国这方面的压力 但我觉得他们的话 整体还是希望 至少先稳定一段时间 你不能先一口气 让它扁出去 因为大量的 在华利益还是非常多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 而且呢 我们说 这个按我们能相互配合 这个机制来讲 最聪明的这部分人 他们的手上的钱 往往现在还在国内 这个流传 而这个 摩根斯丹利 他们的这个 名胜指数 一发布出来 其实也希望 在最后还能够 再捞一笔钱 以比较合适的价格 外汇能够回流美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 我们这个中央发话了 那么 要把这个人民币 一口气扁到7 或者是一口气扁到8 甚至一口气扁到10 然后再慢慢往回升 因为我到10的话 确实已经是比较低了 对吧 那人民币的购买力 就会出现一个反弹 你现在已经到10 那么以后会慢慢走 那这样的话 一波输入型通胀是形成了 但是未来的这个路子 就好走一点 但是这样的话 美国肯定不开心 他会觉得你在操纵货币 对吧 那这个汇率战 就真的就开始打响了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大问题 又是一个争执的焦点 所以我们看到 六月儿童节 要骂这个政策 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应该说 加息还会跟着美国走一点点 还是这种非常微弱的 没有真正的加息 就是感觉上跟着美国 那让这个人民币汇率 处在一个可被管控的一个状态 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需求 来在未来 希望再一口气 看一下能不能往下跌一点 然后再开始增加息 那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整个格格阶层 如果要受到波动的话 就大家都 都受一点苦吧 不要说 有的人没什么事 没受伤 当然有的人却活不下去 会这个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失业 这种情况 那当然能不能这么顺利的走 还不知道 因为这里最大的经济教主 美国还不知道他们是打算 是什么样一个打算 对不对 但其实有一条很好走的路 也是我之前一直想到的 就是炒高国内的股票市场 那么最聪明的人钱 让他们再赚一票 在安心的流出之后 再贬值 那这个呢 当然这个我觉得 中国这边 这边肯定不会希望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美国再以很便宜的价格 再进来买 把你这些企业都 接手过来 然后你再去搞一带一路 这个再去满世界挣钱 但是最后的这个利润 分红都到我这个 美国的口袋里来 他们这个算盘是 打得最响的 但这个的话 恐怕这个就是最 生成的一个算计了 其实组织越大 它越是有意识的 越是有规划 越是有策略 这个大国的竞争 其实私底下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看这个 美国有他们的国土安全 有这些情报机构 中国也有这样的国安局 这些 那其实相互之间的较量 应该是很多的 我们只能最努力的去想 资本这个有意志的 这个傍傲大物 他是怎么想的 去追随他 然后最头部的这一部分资本 最聪明的这一部分资本 他们会往什么方向流动 紧跟他们的脚步 假如能够做得到的话 但这个恐怕难度不小 一方面要能够找得到这个方向 要知道他们 要拿到这样的数据 能够有这样的眼界 然后同时你的资金量 也要足够大 要不然的话 你说手上只有一二十万 一百万以下的存款 或者是资产 其实这都没有什么意义 保障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保障家庭的教育 自己的这个进步 那些事情 那些钱 只能是他们去做 因为自己只有 更好的教育 更努力的工作 才能在未来的时候 爬上去 这些事情 是他们已经拥有钱的人 才能去想怎么做 那讲到这个汇率 跟国家竞争 我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 就我们人的这种协作方式来讲 组织 像公司 像国家 这样的 应该说 这个一超多强 是最稳定的一种状态 然后其次就是 这个一大一小 就是一振一副 是比较稳定的 最弱的状态 就是两强 双强的局面 是一种非常微弱的 稳定状态 随时可能 另一方压上来 那我们看 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中美之间 这个汇率市场 未来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增值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 不管怎么选择 其实国内的这个问题 确实是比较严重 在债务这方面的事情 不管加息 采取什么样的路径 其实都是一种痛苦 只不过 每个阶层承受的力量 它是不一样 承受的打击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 一超多强比较稳定 我们看这个 猩猩跟猴子 跟我们人 其实都一样 就是首领只有一个 其他的就只能 扶手 吹胸 这个首领 一旦出来的时候 但如果说 不是一超多强 一阵一阵 这就有个问题 这个负的 它往往相取在阵 像我们办公室 政治也是 如果你们的老板 有一个大股东 一个小股东 或者说 这个大股东 小股东不好比 如果说是国企 你一个政局长 一个副局长 这个副局长 他往往 这个二把手 就是看一把手不顺眼 我觉得你这一把手 这个政策不好 这个用人策略不行 那这招对于 我们单位不好 我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他想取而代之 这个就是不稳定 更加不稳定 是双强 双强这种更不稳定 其实 它其实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但是呢 负面意义就是 双方会斗得非常狠 但我们看中美的关系 其实就是这个 后面这两种 现在就是一阵一阵 中国 从这个 本能上来讲 是有想取代 这个美国的这种 我们看这个 我们说这个 中华民族是 伟大复兴 这是一个说法 同时会加一句 我们是叫什么 和平发展 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其实这两句话 是相冲突的 他们意思 伟大复兴 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封建社会 一千多两千年的时间里面 都是第一把交易 对吧 都是做老大的 那么其他国家 都是暗淡无光的 很长时间以来 那如果我们复兴的话 那就是要做老大 对不对 但另一个叫什么 我们是这个 不会有 就是我让你们安心 我不会有什么 想改变现有格局的 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跟 我要做老大 要复兴 是相冲突的意思 那最后一种 不稳定的状态 双墙 这个是最危险 可能随时爆发 严重冲突 这也是中国 正在走向 中美双墙的 这种情况 已经非常接近双墙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有一个好处 可以利用 就是我们看 美国这个政党 就是最明显的 对吧 民主跟共和两党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 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 就是相互竞争 谁有优势 谁上台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相互的去 去努力 去竞争 那这个其实是利用了 这个双墙不稳定的状态 然后让大家去 更好的去解决社会问题 它是一个正面的用处 但如果说你在 这个国内的政党上面 是一超多墙的话 那这个反倒是 稳定是稳定了 但是就缺少一个竞争 就缺少这个 就处在一种太稳定的状态 太稳定就是 错误可能会没有得到 一个适当的纠正 好的 那这里延伸有一点远了 那好的 那这一集关于利息的问题 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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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